迷你世界中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 让觉醒版妮妮在冒险模式中受到虚空幻影的伤害 今天有位小伙伴告诉我 如果觉醒版妮妮被虚空幻影所击杀 卡卡就会出现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喜欢觉醒版妮妮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卡卡和妮妮他们两个一直生活在新手村中 并且他们两个是搭档 而且他们两个的脸上都有相同的红色印记 卡卡的脸上印记是九条 而妮妮脸上的印记只有五条 那么觉醒版妮妮受到虚空幻影的伤害 觉醒版卡卡她真的会出现吗 我在祭坛上放上了神圣树的果实和断剑 以及通路 现在虚空幻影她出来了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 就是此时虚空幻影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她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觉醒版妮妮此时已经受到了虚空幻影 对她造成的伤害损失掉了50滴血量 并且直接嗝屁了 那么我们点击重新开始 卡卡真的会出现吗 我去 原来觉醒版卡卡 她真的出现了 这个传说 她竟然是真的 所以在迷你世界中 你们千万不要伤害 觉醒版妮妮 你们知道了吗